紛紛擾擾這個世界 所有的了解 只要讓我留在你身邊 都陪你度過 無力感對我帶來的給我的痛苦 我覺得是更痛苦的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 活在這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所以當時我就下了一個定論 我的人生徹底被背叛 背叛的不是別人 是我自己背叛了我自己 在某一天他因為他在半夜的時候吃東西噎到 然後他就這樣走了 後來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就覺得很震撼 因為我那時候人生一切就建立在說我要復健 我要好 結果即使我好了 那有一天 就因為這樣的狀況 然後你的生命還是會結束 然後我說天啊 那我現在這些幾年的努力 就是為了什麼 對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想說 我不能再 我人生剩下的 即使我能夠活到一百歲 那我剩下七十年 我不能就是 只是為了有一天想要走路的活著 老師那時候一直問我說 要不要回去念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好那我可以去嘗試 把它完成 然後也可以跟很多學弟妹 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每個人都是圍蟲的器 榮耀的器皿 1&2&3&4&5&6&7&8 最後誰也都藏了 不是笑我 世界和心聲叫做 你的崇拜 雖然說我現在發生了這麼嚴重的意外 那我也不知道我 這十年當中所做的這一切 在我往後的人生當中 還會有什麼不同的意外在等待著我 但是有一個方向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我希望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 本人嗎 是本人嗎 泰國嗎 一直以來都覺得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亞洲天王的地位的感覺 就是希望自己 在舞台上面看起來 以及發自內心的表現出來 是能夠有那種很真誠 然後可是很認真 然後也非常帥氣的一個感覺 受傷之後就再也沒出國過了 超過十年 對就是這十年來我都不敢做這件事情 泰國是一個其實算是蠻有遺憾的地方 就在當年本來要去畢業旅行 然後現在是我策劃的 所有的行程啊 包括幫大家收集護照收集費用啊 就是我是窗口 就沒想要發生意外之後 就是保證金也拿不回來 然後就是 所以對泰國就是內心當中一直有個遺憾 唱出旋律 打卡神秘 我覺得應該是人生當中一個里程碑 我覺得如果能夠完成這趟旅行的話 不只是對我自己 可能對我往後的人生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可能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力量吧 當你覺得你的人生當中 有任何的高牆阻擋了你的夢想 沒有關係 你只要找到你的翅膀 你就會好 每一步可以到 高牆 做著發生練習 默默很強 說什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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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